天高海阔 张修杰 他说美国的法律不鼓励其公民拥有双冲国籍 但是不会禁止某些情况下出现的双冲国籍 包括出生与婚姻获得的其他国籍 所以绿卡的移民规划宣示前不必要缴回原来的护照 或者是放弃原来的国籍 只不过有些国家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允许他的公民加入美国之后 还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所以美国是不鼓励 但是并没有法律上完全禁止 美国公民拥有其他国家的护照 好 这位听众谢谢你 谢谢你让秀杰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那么其实秀杰也盼望我们的每一位听众 在节目当中听到秀杰讲的一些内容不正确的时候 来信息或者留言给我们指出 再次感谢这位手机尾号6136的听众 好 分享问这位听众的留言说 我们来跟大家讲新闻 今天讲新闻的题目讲什么呢 秀杰想了很久 秀杰觉得今天讲新闻的题目 我基本上把它定义为川普输了 以及川普输的一塌糊涂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川普在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 乃至他到2017年1月20号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他的总统任期四年之内 川普确实在经济上给美国带来了繁荣 比如说就业不断上升 包括非洲裔的美国人的就业率 也创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还有通过谈判令到北韩 到今天没有再试射中程导弹 也没有进行这个核武试验 而川普的中东和平政策呢 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反正川普执政这四年 在新冠肺炎影响美国之前 可以说美国经济一片繁荣 还有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虽然跟很多国家发生了矛盾 但是从这个北韩的导弹问题 到这个中东的和平问题 川普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但是问题是1月6号之后 川普过去执政四年的所作所为 所取得的成绩 几乎全部给抹去了 为什么修杰会下这个结论呢 我们都知道1月6号美国国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被抗议者攻破了 美国国会之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 其实在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时候 英国的军队以及加拿大的军队就已经攻陷过美国国会 但是那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后来美国历史上国会也曾经被一些恐怖分子闯入 但是这一次是美国本国的抗议者攻入了国会 令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要撤离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并且这次攻入国会的事件 现在据说造成了四人死亡 我们目前看到肯定是有一名女性死亡 但是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除了有四位抗议者死亡之外 还有几十位警察受伤 那么包括其中一些警察的伤势比较严重 在美国历史上群体事件造成多人死亡的 我想我记得的就是1970年的时候 因为反对越战 在俄亥俄州的州立大学 1970年5月4号曾经发生过 国民警卫军因为误会开枪 导致了四名学生死亡 十几名学生受伤这样的事件 所以这次抗议者攻进国会 造成的这个伤亡事件是十分严重的 而这次攻入国会的事件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都对这次美国抗议群众 攻入国会的事件表达了关注 除了表达震惊之外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也对这次抗议群众攻入国会 提出了谴责 所以说这次抗议群众 或者说川普的支持者 攻入国会事件 令到川普的执政四年 彻底的失败了 我这里所说的失败 并不是单单指川普 在大选当中的失败 因为我们知道1月6号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在平息骚乱之后 继续举行联席会议 那么通过辩论 认证了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确认拜登为美国总统当选人 那么这一点上 川普是肯定失败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失败 这是抗议群众攻入国会事件 给美国的政治 给美国的民主 乃至美国的社会 带来重大的伤害 而川普在执政四年 所有的成绩 都没有办法掩盖伤害 为什么我们会下定论 我们先来看看 当天在华盛顿 举行了支持川普的集会 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集会的目的是什么 之前休结在节目里边 就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集会的最大目的 就是要给国会里边 正在举行会议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增加一个压力 因为如果有很多群众 觉得今年总统大选当中 存在着舞弊 或者存在着违宪行为 而这么多群众 不认可这个大选结果的话 那么在国会里边 开会的国会议员 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而那些提出 对这个大选结果 挑战的国会议员 也会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那么当时我们又讲过 有多少人参加 这个华盛顿的集会 决定了国会里边的议员 在讨论有关大选结果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 修杰当时就说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在华盛顿的集会 到底有多少人参加 因为今天媒体的报道 相关的参加集会群众的数目 已经有很多说法 因为很多媒体都讲假新闻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我们从目前各大媒体 所公布的照片来看 参加集会的群众并不是很多 最起码跟之前的一次 抗议集会的人数相比 应该说不入内市多 修杰在节目里边 就曾经讲过 如果华盛顿当天的 这个抗议群众集会 能够达到20万人 50万人 甚至过百万人 那么我想这对国会里边的议员 是有相当大的压力的 如果是只有一万几千人的话 那么这就令到国会的议员 更加坚定的会认证 这是选举的结果 所以本来在华盛顿广场上 这个集会 其实他是决定了 在国会里边 举行联席会议的 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 在认证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 承受多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明显看到 当天参加集会的群众 并没有川普所预料的那么多 虽然参加这个集会的 我想应该超过一万人 或者几万人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 那个空前的规模 我们知道目前 在华盛顿所举行的 所有的政治集会 保持人数记录的 还是当年马丁路德金 在推行这个民权运动的时候 当时有过百万美国人 参加了华盛顿的集会 所以跟1月6号的 群众集会相比 当天的人数其实并不多 那么这就给国会里边的议员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压力 那么再有 这个举行集会 本来就是要挺川普 本来就是要质疑 在大选过程当中 存在着舞弊跟违宪行为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 最终要攻入国会呢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 这些抗议群众 攻入国会 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些抗议群众 攻入国会 就可以改变目前 美国总统大选混乱的结局吗 死亡了四个人 对这个大选的结果 会有什么改变吗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为什么这些人 要进入国会呢 问题是在这些抗议者 攻入国会之前 川普在华盛顿的 集会广场当中 发表了一个讲话 那么在川普讲话之后 这些人攻入了国会 所以无论这些人 是不是因为川普的 讲话攻入国会 恐怕川普的讲话 跟这些人 最终攻入国会 都脱不了关系 而这些人攻入国会 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当天 在这个攻入国会事件 被平息之后 国会参众两院 重新举行了会议 认证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在重新该会之后 很多本来支持川普 或者是参与 对这个选举结果挑战的 国会共和党的议员 都改变了他们的态度 虽然带头挑战 这个选举结果的 一些共和党的 参众两院的议员 在复会之后 继续提出他们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的辩论 很快就结束了 当天晚上国会就认证了 拜登成为2020 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那么所以 这次攻入国会的行动 不但影响了 这些国会的议员 对这个挑战选举结果的 这个态度 而更严重的是 修杰个人相信 这是攻击国会的行动 也会影响到很多中间选民 乃至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 那么这种影响 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呢 这种影响 会令到这些中间选民 甚至原来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会放弃对川普 或者对共和党 一些政治人物的支持 那么它直接的效果 就是会影响 美国2022年的中期选举 本来依照美国的 一般政治规律 共和党在2022年 是有希望重夺众议院 或者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的 那么现在 因为这个公入白宫的事件 将会对2022年 共和党的选情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 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 这次抗议群众攻入国会事件 会令到共和党 失去了很多中间选民的知识 包括一些原来 支持共和党的选民 可能也因为这个事件 对共和党产生了负面的印象 而这种失去支持 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2022年共和党 在中期选举当中 可能没有办法 重夺参众两院的控制席位 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席位 已经被民主党获得了多数 拜登在未来四年 可以全面的执政 但是按照美国政治一般规律 在中期选举当中 执政党一般都会在国会参众两院 失去一些席位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的美国政治人物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都会放出很多竞选的承诺 都会给大家描绘一幅 他当选总统之后 美国未来如何的美好 但是他当选之后 上任之后 通过两年的执政 他在很多方面 会违背他竞选的诺言 其实这也跟川普 之前当选美国总统上任之后 所产生的矛盾是一样的 川普为什么会得罪了 整个华盛顿官僚体系呢 就是其实有些竞选承诺 川普在上任之后 要履行的话 他一定会得罪一些利益团体 那么通常美国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 都会用一种折衷的办法 用一种退让的办法 来让双方达成一个妥协 妥协一向是美国政治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但是川普为了表达自己 对选民的承诺不会改变 所以川普在很多问题上 坚定推行他的政策 令到他这个推行政策过程当中 得罪了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我们以前讲过 川普的内阁团队 对白宫的官员 为什么这么多人辞职 为什么这么多人写书 揭发川普在白宫里边 所谓的一团混乱 就是川普得罪了这个系统 那么我们讲了 通常一般美国总统上台之后 都会把他的竞选承诺抛诸脑后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不是他们不想做 而是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会给他们产生非常大的阻力 总统只好妥协 但是问题 总统一妥协 会令到选民对总统之前 所发出的竞选承诺 表示失望 这个时候 美国选民就会把票 投给总统所在政党的对立面 美国的民主选举 已经实行了200多年了 其实美国选民 是一群非常成熟的选民 首先他们是根据 自己的利益角度 来对政治人物投票 那么并且 当政治人物的竞选承诺 不能实现的时候 为了约束总统 为了给总统一点政治教训 选民往往会把票 投给总统的政治对立面 所以我们看美国历史上 当一个党的总统候选人 当选为总统之后 接下来的中期选举 选民会把票 投给他的政治对立面 让他在国会失去了控制权 那么今年拜登上台了 我们可以预计 拜登上台之后 他在竞选当中 所发出的很多竞选承诺 无论是对民主党的支持者 还是对所有的美国选民的 这些承诺 很多都不可能实现的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 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们举个例子 关于非法移民 川普是反非法移民的总统 他得罪了很多政治势力 拜登上台之前 他说他要改变川普 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但是拜登上台之前 拜登的幕僚 已经告诉大家了 大家不要期待 拜登一上台 就会彻底翻转 川普的非法移民政策 其实何止是非法移民政策 川普的很多内外政策 拜登一上台 都不可能马上 把它来个180度的大翻转 那么到时候 很多选民 对拜登的竞选承诺 就会失望 那么在中期选举的时候 就会把票投给共和党 本来这是一个历史的政治剧本 那么接下来也会这么演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国会 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抗议者攻陷 并且造成了世人死亡 很多美国中间选民 开始对川普 对共和党产生了更大的失望 这种失望会延续多久呢 一方面看川普下台之后 共和党如何来修补这种损害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看拜登上任之后 他给选民带来的印象是什么 如果拜登上台之后 视频把稳中规中矩 而共和党因为内部的分裂 又不能及时修补 这次抗议者攻入国会所 带来的损害的话 2022年如果拜登 还是能够全面执政的话 那么这对共和党 未来的政治前途 肯定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川普这次在大选当中 特别是在1月6号 因为他在华盛顿广场 发表了讲话 接下来有川普的支持者 攻进了国会大厦 这对共和党和川普来说 带来的伤害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他最终导致了 共和党跟川普在2020年的 这总统大选当中 陷入了彻彻底底的失败 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那么在这个抗议群众 攻入了国会大厦之后 不但是川普的支持者 或者是中间选民 失去了对共和党 对川普的信任 并且川普的内部团队 也发生了重大的分裂 华裔的赵小兰 成为川普内阁团队当中 第一个辞职的官员 赵小兰我们知道 她曾经在这个小布希政府 就担任过内阁部长 而她的丈夫 恰恰又是美国国会 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 麦康纳尔 所以在这个群众 攻入国会事件发生之后 赵小兰就发表了声明 辞去了交通部部长的职务 赵小兰在声明当中 直接讲到了她辞职的原因 就是这些抗议者 攻入了国会大厦 她说 昨天在总统举行集会之后 总统的支持者 冲进了国会大厦 美国经历了一场令人痛苦 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 我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 都是这种情况 这深深的困扰着我 我简直不能够释怀 所以我今天宣布 辞去美国运输部部长的职务 赵小兰在内阁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她不但是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并且运输部部长这个位置 十分重要 其实川普的第一个任期 大家还记不记得 川普曾经提出过 要在美国重新推行 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并且承诺要推出一个 高达四兆美元的一个预算 要推行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而执行人就是赵小兰 那么当然川普第一个任期 这个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 完全没有任何成果 而赵小兰在这个时候辞职了 就说明 以赵小兰为首的一些 共和党内的精英 已经跟川普割席了 割席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我们通俗所讲的割袍断义 这个故事来源 是说在古代三国的时候 有两个读书人 一个叫管宁 一个叫华欣 他们两个同坐在一张席子上念书 那么这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 所以同坐一张席子 但是这个华欣他读书的时候 常常被其他的事情干扰 比如说路上来了一辆豪华的马车 然后华欣就非常羡慕的跑去看 于是他同学管宁说 他说我跟你的志向完全不一致 你完全不是一个专心读书的人 所以拿出刀来 把这个席子一分为二 这叫割席 就是我跟你断绝来往 断绝情谊 现在赵小兰跟一众的共和党官员 就是跟川普做出了一个割席的动作 除了赵小兰之外 还有前白宫新闻秘书第一夫人的幕僚长格里舍母 还有白宫新闻副秘书马修斯 以及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 还有白宫的社会秘书尼斯塔等人 都纷纷提出了辞职 修杰个人相信在接下来这两天里边 还会有更多的官员提出辞职 那么这些官员提出辞职的原因 就是因为川普在华盛顿的群众集会当中 讲话接下来就发生了 抗议群众攻入美国国会大厦 并且导致有人死亡的事件 那么这种事件在选民当中产生的 负面影响太过强烈了 这些人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顾川普政府还有十几天的任期 纷纷就提出辞职 这个辞职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们刚讲的 这些人就是要表达自己跟川普划清界限 那么除了这些内阁官员辞职之外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的领袖 以及美国一些媒体纷纷都呼吁 美国这一届政府的内阁成员 要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把川普赶下台 让副总统彭斯代理总统 现在川普跟彭斯的关系 已经到了十分微妙的一个阶段 我们知道彭斯一向是川普的支持者 在过去川普执政四年 川普的任何政策 可以说彭斯都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但是在这次总统大选结果 出现混乱结局之后 特别是在1月6号 在美国国会举行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之前 川普跟彭斯其实已经彻底闹翻了 那么原因昨天我们讲过了 川普一直要求彭斯要在国会使用 根本没有的权利来推翻选举结果 彭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既然说服不了川普 他只好发表一个声明 一个单方面的声明 表示他不会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 按川普的意思做 所以这个时候 彭斯跟川普就已经是割席了 那么问题是 川普跟彭斯割席之后 接下来又发生了 在国会里边的暴力事件 在暴力事件当中 很明显 川普跟彭斯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 在国会发生了抗议群众公入事件之后 很多共和党的官员 川普的内阁成员 都跟川普划清了界限 川普在这个时刻 真是有点陷入了 众叛亲离的这种状况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其实在抗议群众公入国会的时候 川普跟彭斯两个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看到 在抗议群众公入国会的时候 军方派出了国民警卫军 准备对这个公入国会事件 进行这个镇压 而谁发出了命令 让国民警卫军进入国会大厦的呢 现在据媒体的报道 发出这个命令的并不是三军总司令 并不是总统川普 而是副总统彭斯 那么如果说副总统彭斯发命令 让国民警卫军进入这个国会大厦 说明川普并不同意派国民警卫军 去镇压他的这个支持者 彭斯在没有经过川普同意的情况下 能够调动军队 这就说明川普的内阁当中 包括现在的国防部代理部长 也觉得川普这个做法太过分了 也认为彭斯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所以现在国民警卫军呢 已经进入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国会的民主党领袖 还有一些媒体啊 都呼吁川普的内阁成员 要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把川普赶下台 让彭斯代理总统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休记我个人认为啊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说川普政府 已经剩下十来天的时间了 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 是需要时间的 并且如果川普反对这个修正案的话 这个修正案要交到国会参众两院去表决 所以从时间上啊 已经不允许内阁任何成员 推动这个宪法第25修正案的 第二点啊 是即使没有这个宪法第25修正案 把川普赶下台 川普啊 其实上在政治上 他已经是只死老虎了 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在共和党内反对川普的人 也无需对这个死老虎啊 再打一遍 那么再有呢 我相信啊 川普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的行政权力 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约束 刚才我们说了 现在国民警卫军 如果没有川普的命令 为什么能够进入国会大厦呢 这是因为副总统彭斯下了命令 关键是副总统彭斯 越过川普下了命令 而国防部的官员 完全执行了这个副总统的命令 这说明国防部的主要官员 现在开始已经忽略 三军总司令 对他们的行政命令了 那么这就令到川普的行政权力 受到了非常大的约束 所以接下来 川普如果要用他的行政权力 做一些事情 恐怕一定会受到 内阁各个部的首长的约束 所以既然是内阁主要官员 已经不再听总统的命令了 那么何苦又要动用宪法 第25修正案呢 讲到这里 修杰也想再强调一遍 在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边 不少的媒体 包括一些自媒体人 不断的在各种平台上 声称什么川普要调兵 川普要实行戒严 在这个1月6号之前 还有人说 看到亚特兰大机场 有大量的美军集结 川普正在秘密调兵 准备在1月6号 一举把反对势力剿灭 修杰毫不客气的说 这些媒体 这些自媒体人 在讲这些观点的时候 只说明他们对美国政治 完全一窍不通 修杰早就说过 川普是没有权利能够调动军队 用军队来保障他的统治的 而在这次群众攻入国会事件当中 确实军队出动了 不过军队的角色 是扮演一个镇压 这些冲进国会的抗议者 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说 一个美国总统 想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利 用军队来保护自己的统治 来延续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川普 在2020个总统大选当中 彻底的失败了 那么川普之所以彻底的失败 必然是因为他犯了很多错误 那么川普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这里讲这个川普错误之前 修杰要强调一遍 很多人都认为修杰是川粉 说我支持川普 其实到今天 我虽然在批评川普的很多言行 但是我还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我要特别讲清楚 是从一开始我支持川普 就是支持他的内外政策 我们在美国往往有这样一个误区 很多人觉得支持一个政治人物 支持一个政党 就是要忠于这个政党 忠于这个政治人物 其实生活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一个政党 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有什么忠诚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利益角度 来投出我们的选票 来选择我们支持的政党 以及他的政治人物 所以今天我讲我支持川普 我是支持川普 在执政四年当中 所推行的一些政策 那么这个我在节目里面 多次跟大家强调 今天我批评川普 是因为批评川普 在这次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他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 那么所以支持一个政治人物 跟批评他的错误 可以说是并行的 可以说是共存的 那么川普在这次大选当中 犯了什么错误呢 修计我个人这么看 首先在选举之前 川普对相关的作弊的可能性 不够重视 在选举之前 我们都知道川普多次说 邮寄选票会出现 这个舞弊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川普知道 邮寄选票会出现 舞弊的可能性 为什么在各州通过了 很多违反了选举 相关程序的做法之后 川普没有马上采取法律行动呢 如果川普知道 邮寄选票会造成很多舞弊的话 那么在各州 没有经过他们的立法机关同意 就改变了选举程序的时候 川普的法律团队 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对这些州提出诉讼 如果因为这些诉讼 导致这些州 不能够给所有的选民 发放这个邮寄选票的话 那么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在大选当中的舞弊行为呢 为什么当时不做 而后来等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再对这些州的 所谓的违宪行为诉讼的时候 各级法院可以以什么 诉讼时间已过 可以说以这个主张权力的 这个对象不对 等等这些理由 拒绝了相关的审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所有人都知道 包括美国法院 各级的法官都知道 这次选举当中 很多州出现了这个违宪的嫌疑 但是因为各级法院 对这个诉讼主题的不受理 所以令到这个答案 永远不可以得到 我想川普犯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选前你已经知道了 有可能在今年大选当中 出现舞弊 其实过去的历次 美国总统大选 也有很多舞弊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不预先派出 一些卧底调查人员 对这个大选当中的 一些舞弊行为进行调查呢 为什么等大选 发生了一些舞弊的现象之后 才匆匆忙忙去找证据呢 当执法机关不去调查的时候 这些证据 当然也就不会呈现在公众面前 第三点 就是当选后质疑和诉讼 某些选举舞弊的 这个现象的时候 川普的法律团队 没有抓住重点 比如说在大选当中 存在的舞弊 我们说过了 过去历次选举都有 但是有些舞弊行为 并没有改变大选的结果 所以往往被这个执法机关 或者司法系统所忽略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的 2016年总统大选 德州就有16万非法移民 参加了投票 但是因为这16万非法移民 参加投票 也没有改变川普 拿到德州选举人票 这个现实 所以这个事情 对大选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 这个事情慢慢就被大家淡忘了 轻描淡写的处理一下 也就没有后续了 问题是我们要说的是 既然2016年 可以有这种大选舞弊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严厉的法律 去制装这种行为呢 川普在大选之前 为什么没有督出各州 提出更严厉的法律 来惩办这种大选当中 舞弊行为呢 而在今年总统大选 出现这么多舞弊嫌疑的时候 川普的法律团队 又没有抓住重点 包括密西根州的 Dominion的点票系统 为什么会有6000票 川普的票给了拜登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如果川普的团队 把他的调查重点 放在这6000票这里 那么会不会有更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个大选是存在舞弊的呢 川普的团队 在全美国4个摇摆州 或者是6个摇摆州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其实没有一个调查 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 虽然说这是因为 执法系统不作为的 一个直接的后果 但是如果川普的团队 不要把战线铺这么开 集中精力攻其一点 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那么川普所犯的第四个错误 就是在大选结束之后 相关的诉讼十分混乱 我们在媒体当中 看到很多州都出现了诉讼 大家一时间搞不清楚 哪些是川普法律团队的诉讼 哪些是川普支持者的诉讼 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诉讼 提出十分草率 没有严密的推理 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拿到法庭上 这就给法庭驳回这些诉讼 提供了一个机会 而被驳回的诉讼越多 令到中间选民 对这次在大选当中 到底有没有存在舞弊 就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这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 当你喊得太多狼来了 还有多少人相信狼来了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川普在这次大选前后 到底都犯了什么错误 才导致他一败涂地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大家聊的话题是 川普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彻底的失败了 那么这个失败 是因为川普犯了很多错误 川普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上一集我们列举了 川普的试点错误 那么川普还犯了什么错误 导致他的2020总统大选 一败涂地呢 川普还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他在推翻 这个总统大选结果的过程当中 使用的方法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乔治亚州 川普认为乔治亚州的选举 是很有问题的 我们且不说乔治亚州 在选举当中改变了 一些选举的程序是违宪 川普认为乔治亚州的 这个选票点算里面很有问题 有很多舞弊现象 所以乔治亚州就应川普的要求 一而再再而三的 对这个大选的投票 进行重新的点算 而这个点算是用人手点算的 点算的结果 川普我记得好像是 只拿回了一点点选票 好像一千多票 但是在整体票数上 他还是输给拜登 那么在乔治亚州的 重新点算选票 没有推翻这个选举的结果 这对川普十分十分不利的 因为川普的团队不断的指控 美国的一些摇摆州 在选举当中存在的 很多舞弊的行为 如果说其他的 包括什么死人投票 重复投票 这些可能很难查出来之外 包括Dominion电脑系统 如果这个电脑系统凭空的 给拜登加了票 这个作弊的方法 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 因为用人手点算选票 比如说拜登在这个州 从这个电脑系统里面看 他得了100万票 但是用人手点算选票 总共只有80万选票 这就说明有20万选票 确实是通过 这个电脑点票机所做出来的 但是问题 在乔治亚州 两次重新点算选票当中 并没有查出这个证据 这就令到很多中间选民 对乔治亚州在选举当中 有出现这个电脑舞弊的 这个行为 产生了一个疑问 除了乔治亚州之外 那么还有威斯康星州也是 川普的团队花了300多万 在威斯康星州 两个郡对这个选票 进行重新的点算 这个点算的结果 拜登不但没有扫票 还多了800多票 那么同样 这个重新用人手点算选票的结果 也令到很多公众怀疑 川普的法律团队所说的 在这些地方所出现的舞弊嫌疑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到底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呢 所以川普所选的这两个战场 很明显对他自己是不利的 那么我们的疑问是 既然你知道在密西根州 出现了收回的选票 居然比发出的选票多 为什么不把这个重点放在这里 既然在密西根州 出现了明明白白的 一个dominion的电脑系统 把6000票川普的票 转给了拜登 为什么不盯着 这个州的dominion点票系统 为什么要在威斯康星州 要在乔治亚州 去进行这个一而再 再而三的重新点算 当点算的结果没有推翻 之前的选举票数 那么这就令到很多中间选民 对舞弊产生了怀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川普的支持者越来越少的原因 包括我们昨天讲的 在乔治亚州两位共和党的 国会参议院的候选人 他们得到的选票 第二次选举居然比第一次还少 这只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很多人放弃了 对共和党的支持 这是川普在试图推翻 选举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 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我们知道 但凡你要挑战一个选举的结果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怀疑跟取证的问题 你有合理的怀疑是一回事 但是找到证据来证明 你这个合理的怀疑是对的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有点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有个贼偷了你的钱 你明知道是这个贼偷了你的钱 但是你要找到他偷的账物在哪里 你才能证明这个贼犯罪了 这个贼可能把钱放到了垃圾桶里边 但是你告诉警察说 你确定这笔钱 这个贼偷的你的钱放在他抽屉里边 如果当警察在抽屉里边 找不到这笔账款的时候 你觉得警察还会相信 这个贼偷了你的钱吗 川普这次的司法诉讼 就是这样的道理 他不断的指控美国一些州 在选举当中存在的舞弊 但是当这些舞弊被调查的时候 这些选票被重新去点算的时候 却找不到证据证明 在大选当中出现舞弊 那么那四箱从桌子底下 抽出来的选票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去深究呢 为什么没有人去抓住这个问题深入调查呢 哪怕执法部门不理的话 那么川普的法律团队 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志愿者 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 去对这个舞弊的嫌疑进行调查呢 我想啊 这是川普在这个大选之后 所犯的第五个错误 那么还有第六个错误 也就是这两天 川普犯的错误 其实是最严重的 首先第一个错误 他多次逼迫彭斯 要用自己并不存在的权力 来推翻这个选举的结果 我想啊 彭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说被川普逼得很苦 彭斯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权利 我也相信彭斯在这几天啊 不断的说服川普 不要指望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认证选举结果的时候 指望彭斯靠一己之力 推翻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 一个人你想达到目的是一回事 但是你什么样的合理的方式 才令到你达到目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句许愿像前几天川普打电话 给那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一样 你明知道乔治亚州的州务卿跟州长 虽然是共和党 但是在大选当中 他们都站在了你的利益对立面 你也十分清楚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不会为你找回那一万一千七百张选票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对他喋喋不休的提要求呢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通了一个小时电话呢 最终这通电话又成了你的政治对手 攻击你的把柄 彭斯的问题也一样 你明知道彭斯不愿意 你明知道彭斯没有这个宪法权利 但是你用各种公开的讲话来逼迫彭斯做这个事情 你逼迫彭斯做这个事情 如果不合法的话 彭斯能够在国会推翻这个选举结果吗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川普这种所作所为 同样令到很多中间选民 令到很多原来共和党的支持者 对川普更加失望 在这种失望情绪的蔓延之下 还有多少川普的支持者会坚持下去呢 那么再有就是1月6号川普所犯的错误 你明知道参加华盛顿抗议的群众 情绪比较激动 你也明知道Antifa这种组织会混在群众当中 希望在这个群体活动的时候 制造一些暴力事件 这些暴力事件难道对你推翻 目前总统大选的结果会有帮助吗 如果你知道没有帮助的话 你为什么要亲自跑到华盛顿广场去发表讲话呢 我知道本来川普去讲话 他想是利用这个讲话 能够吸纳更多他的支持者 到华盛顿参加这个集会 但是如果你当天 你知道这个华盛顿广场上 并没有你预期出现的群众人数的话 为什么你还要坚持讲话呢 而这个讲话 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因素 导致了抗议群众恭敬的国会 导致了今天这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 乃至川普自己的内阁团队的成员 要跟川普割席 这才是川普在大选当中 最失败最失败的一个结局 可以说把他四年执政的功绩 全部给抹平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 他给共和党今后的选举 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总结川普 这次在大选前后所犯的错误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川普是一个庶人总统 庶人总统可以不理会 华盛顿官僚体系 对他的约束跟影响 要推行自己在大选之前 向选民许下了承诺 但是一个庶人总统 当面对这么复杂的政治环境的时候 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应付 所以一再的出昏招 不但令到自己的选情彻底失败 也令到共和党在今后选举当中 会被这种阴影所笼罩 而这个阴影如果令到共和党 不能够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保持一定的优势 给民主党带来制衡的话 那么这才是美国选民 最不愿意看到的 这才是川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 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好了 今天休结讲了几点 我自己认为川普 为什么会在大选当中失败的原因 我想各位听众 你们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留言当中 提出你们的观点 我们一起来探讨美国政治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